现在全球的华人都非常的关注 最近在中国的沿海所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动作和紧张的形态 您怎样看待美国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国及其领海一系列的这个动作 包括了军演和与东盟之间密切的双边互动 在您即将和奥巴马总统进行的高峰论坛中 双边的峰会中会不会向他表达这种关切 中美之间确实需要增加互信 你提到的所谓黄海养席的问题 也可能是我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将要设计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我们会消除物件 因为美方多次向中方解释 所谓黄海的演习不是针对中国的 包括美国选择的地点和采取演习的方式 我们也完全相信这一点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指出 就是在东海的任何军事举动 都要有利于东海地区 特别是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 有利于恢复六方会谈 彻底解决半岛无核化的问题 这样才能实现半岛地区 以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 我相信中美以及其他国家 会通过对话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达成故事 所以我们暂时会谈判 关注更多的 DLC 冚和冚 冚 冚